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小国叫正国 这个正国有一个太子叫姬乎 正国是姬姓 这姬乎远近接吻 大小伙儿 酷小伙儿 帅小伙儿 文武全才 那齐国呢 齐王就想要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姬乎 这齐王觉得这卿必成无疑 为什么 我是大国 你是小国 我就会你 我这算是下架 但是齐王一跟正龙说 正龙说我得跟我儿子商量商量 哎呀 跟他儿子几乎一说 万万没有想到 几乎不同意 几乎说 这个亲不能结 他们是大国 他们是大国 我们是小国 这个亲节了 是没有好下 嗯 正龙一听 没办法 听儿子了 就跟这齐王说 哎 齐王 这我儿子他不同意 齐王听了 不但没生气 反而很佩服 几乎这个小伙子 心想 这几乎 小伙子有骨气 不霸解我们大国 过了没几年 有一个少数民族叫山龙 山龙起义造反 攻打齐国 齐国就快要扛不住了 向旁边的邻国求救 小伙子几乎亲自带兵出马 出招 才没打几场仗 就抓住了 山龙的首领 大梁和少梁 杀了山龙几百人 把大梁少梁献给齐王 齐王一看 高兴 哎呀 决定又要提亲 齐王说 我上次不是向你提亲要把我大女儿嫁给你吗 我大女儿她已经出嫁了 我还有一个二女儿 嘿 这个二女儿 比她姐姐还要年轻 还要漂亮 嘿 这种一定好 跟几乎一说 几乎还是一样 这个亲不能解 我们门不当户不对 她是大国 我们是显国 这样结了 最后不可能和睦 郑王你听 儿子你这有点虎 太虎了吧 有点过了 没办法 这是我爸没办法 只好 这样跟几乎 比较好点的朋友们劝几乎 你看 那 正齐国 那大国 我们 将我们提亲 那姑娘又长得漂亮 那你不是沾光了吗 几乎一听 我恰恰不沾光 自立刚升 自求为福 自己打出来的天下 那才叫天下 所以最后 这个亲没有结成 其大非有的意思 就是说 靠着自己不用勾攀 好了 这几对大好传论 到此结束 我信 再见